获得今年全国孝行奖 17岁的邱冠文 从小她的父亲过世 但是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 平常帮助妈妈 照顾生病的外公和阿姨 一肩扛起了假计 她47岁的邱冠文 刚获今年全国孝行奖 和一般准备报考升学的 国三升一样 利用放暑假打球玩乐 唯一不同是她回到家 还得身兼复职 照顾八岁的妹妹 煮全家人的晚餐 切片下面准备食材 邱冠文做菜 很有Polo级厨师的架势 就连一旁的妈妈也自探佛儒 煮好了 吃饭了 奶油蘑菇意大利面 帮阿公就是料理三餐 然后帮阿公洗澡 剪头发 在记忆方面 会可能别人花一杯 她可能要花我杯以上的时间 是这样子哦 对 所以这个孩子 一路上就是很肯做 她就是学费上面 都是靠注决金起来的 所以一路上是没有花到我的钱 这个孩子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对于妈妈的夸战 邱冠文略显腼腆 贴心孝顺的她 从小单亲 常被取笑美爸爸 尽管难过 却激发她帮家里脱离贫苦 打工赚钱的决心 你怎么那么懂事呢 可能小时候吃到苦 干嘛 干嘛 小时候就是因为要爸爸嘛 对 然后同学就排挤 对 那时候想说赚钱嘛 就有机会帮助这家庭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 学包饺子卖饺子 邱冠文分担家计 不忘努力上学 那偶像名厨阿金师当榜样 未来计划走餐饮之路 寒门孝子值得表扬 女士新闻 陈鲸镯青山 台北报道 是